据环球网报道,最近台湾外事部门和美国纽约邮报记者杠上了 有台媒4月28日报道称,纽约邮报发布的一篇文章批评台湾防疫专制独裁 称台湾几乎人人被追踪,还说台湾是中国的一省 台外事部门28日宣称,要谴责这名记者没有查真事实就报道 并将持续抗议并要求更正 纽约邮报这篇文章中提到,当封锁最终结束时,新的常态将是什么样 如果一切都像台湾,那将是更少的社交和更多的专制 纽约邮报还引述NBC News报道提起,台当局通过GPS信号对接受隔离者进行追踪 报道称,令人不安的是,几乎每个人都被追踪 台湾所谓驻纽约班师处在纽约邮报分享的这篇文章下留言称 台湾不是中国的一省,台当局是世界上最透明的当局之一 对此,有岛内网民表示,民众被监控这是事实呀 只要离开住所,就能立即监控开发 只要特定时间,行经可疑地点,就会被电子信息骚扰 形成轨迹,被全面曝光,人仅皆知 这不是公然监控民众行踪 有网民讽刺,台湾要花钱才能在纽约时报出声 没给纽约邮报钱,所以说出的实话 还有网民以纽约邮报的口吻写道,我们遵守一中原则